而霍联市私立庙闲幼儿园也依照了历年的传统 早上是由园长汪美莲发送红包给小朋友 传递祝福以及好运 而今年园方还特别规划了年活大街 准备了各项春节的应景美食 例如说像春枣、年糕、马老等等 借由品尝过年的点心 也教导孩子们认识这些年节点心的代表的吉祥寓意 外面的园长特别选用 印有各种小朋友最喜欢的卡通图案的红包袋 红金色的红包相当的喜气 拿到红包小朋友们都相当的开心 除了欢唱新年歌曲之外 并且齐声高喊恭喜恭喜新年快乐 春到福到好运到等吉祥话 恭喜张开新年好 大吉大利新大运 顺顺顺顺顺安年转有日 祝他们新年快乐 各位新年快乐 龙年行大运 我们妙闲呢秉持了传统 我们四十几年的传统 每年呢我们在过年前我们都会发红包 由园长跟各班的老师亲手交给每个小朋友 压岁前就是电影级 我们就是可以让小朋友在过去的一年 有什么不顺心啊生病啊不顺利的地方 可以好好的克服可以压过去 然后我们祝福他们来年能够更健康平安幸福 然后学业身体都能够健康美满 那也祝大家身体健康 新年行大运 然后龙马精神 根据古时候的民间习俗 除夕夜长辈们发红包给晚辈 具有长民百岁的意识 藉由习气洋洋的红包 让孩子们放在枕头下压压筋 配合春节 妙闲幼儿园也以节庆为主题规划课程 安排为了活动 并且介绍过年以及红包的由来 妙闲幼儿园副院长王嘉诚表示 努力过年发红包 讨吉利是妙闲幼儿园40多年来的传统 除了让孩子们提前感受到新年的气氛 更能够知道过年的意义 压筛企业迷南云又趁压年前 把小朋友们受到不安以及害怕压过去 平安健康长一岁 记得join华丝华导